頒獎 表揚2023世界中學生跆拳道錦標賽 本市選手勇奪銅牌 請獲獎選手上台受獎 恭請市長頒發紀念品 大理高中謝伊林選手 也請教育局獎局長一同上海合影 感謝選手積極參賽勇奪銅牌為本市爭光再次恭喜 獻獎本市榮獲2023國家卓越建設獎 包括市長貨班國土建設特別貢獻獎及七個機關 共獲得31項大獎 績效卓著 建設局陳局長率同仁上台獻獎 建設局三項工程分別為足球園區太平運動中心卓越獎 牛虎橋改建工程特別獎 接著請水利局番局長率同仁上台獻獎 水利局三項獲獎工程分別是軟皮子溪水環境改善 法子溪生態綠藍營造大理污水下水道皆榮獲金紙獎 接著請都發局理局長率同仁上台獻獎 都發局三項獲獎工程分別是城南知信二期太平預賢段三期社會住宅卓越獎 西屯國安一期社會住宅金紙獎 接著請教育局長率八所國小校長上台獻獎 教育局八所獲獎學校分別是樹德國小松強國小樂業國小卓越獎 九德國小大甲國小金紙獎 人美國小追分國小無期國小優質獎 接著請文化局陳局長率同仁上台獻獎 文化局七項獲獎工程分別是外埔圖書館卓越獎 西東圖書館新安圖書館清水信義新春診療所新務所 產子國小日式校舍金紙獎 厚禮圖書館優質獎 接著請地政局無局長率同仁上台獻獎 地政局三項獲獎工程分別是烏日前竹區段證收第一標金紙獎 十三騎士地重劃志鴻池 烏日前竹區段證收第三標優質獎 接著請交通局業局長率同仁上台獻獎 交通局三項獲獎工程分別是大理東龍立體停車場 金紙獎 水安宮地下停車場及大敦國中地下停車場優質獎 本次國家卓越建設獎本府表現非常亮眼 請七位獲獎機關首長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本市今年參選三十億劍全數獲獎 市長更榮獲國土建設特別貢獻獎 本府上下獲得建築界高度肯定 再次恭喜 頒獎到此結束 請 чис全都有 煜獎 往我也無說 再次結束 我們可以到處於頑 bunu 上早各位愚會首長 區長及分剔 creo applake 台中市政府第592次市政itters會議 恭 請主席致詞 各位亲爱的市民家人 副市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各一级机关的首长 区长 以及记者先生女士 大家早安 本周的市政会议 有几个重要的市政资讯 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应苏拉台风来袭 所以台中市政府 已经在今天早上 开设三级的应变中心 不过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 苏拉台风会从台湾的南边 过境 扫过 所以对于 根据气象专家气象局的预报 对于中北部的影响不明显 也因此很多的市民朋友 这两天这个礼拜 包括上班上学 相关的准备工作 那我们认为应该要进行照常照旧 换句话说 放台风架的机会几乎没有 那尤其呢 明天是开学日 明天是全市 全国的开学日 那也因此呢 相关的师生学校都要进行 那今天还是要进行好相关的开学准备 因为看起来 那这个台风对中北部的影响 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所以大家的上班上学都要照旧 不过呢 我们也是不会疏忽 因为天气的这个变化呢 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的百分之百预测 所以台中市政府呢 我们仍然会提出高度的警备跟戒备 那尤其在今天早上的首长会议里面 那我要特我有特别拜托各系统的首长 对于和平地区要加强注意跟准备工作 因为和平呢 他这个未盖高山 那他的地形地貌气候 有时候跟平地不太一样 有时候对于台中市整体平地影响不大 可是在和平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也拜托民政局等相关的首长 务必要提醒以及协助我们和平区公所 进行这个防台的一个整备 那刚才有提到明天是全国开学日 那也因此呢 大家除了对于台风会不会影响开学 我刚才有做了一个报告以外呢 那大家也很关心防疫的新进度跟新措施 那由于台湾地区呢 对于COVID-19的这个疫情 已经几乎几乎已经逐渐解封了 所以呢 我们已经把相关的这个指导原则都已经给各个学校 目前学校上课 除了一个地方必须戴口罩以外 其他不管在室内或室外 那自由你要戴可以不戴也都没有关系 那什么地方在学校里面要戴 就是健康中心 因为根据中央防疫指挥中心的指导呢 那相关的医疗场域还是必须配戴口罩 所以一般的民众进入诊所 进入医院必须戴口罩 同样的在学校的健康中心 也进入也必须戴口罩 除此之外 那可以说是全市的学校口罩都解封 那当然要戴的人也可以 不管在室内室外要戴也都可以请便 那希望大家彼此尊重 要不要戴口罩的权益 那这是第二个有关于明天开学的准备防疫的一些措施 另外跟大家报告这段时间很多的民众反映 他们对于8月24号开始 日本把核废水排入海洋 表示非常的忧虑 那尤其担心影响到海产品 海洋产品的食安疑虑 包括海鲜 包括这个盐等等之类 都非常的 还包括海藻海带等等 都非常的担心 那当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我们必须要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 拿出办法 这个更加重要 那所以呢 跟市民朋友报告一下 台中市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检验措施 在民国111年 也就是前年的时候 那当时中央宣布要开放 日本福岛五线式的食品进口的时候 那当时的民众就非常的疑虑 因为这五个日本的县市呢 就是在它核电上发生的区域 那有受到污染 所以在前年中央宣布要开放 这日本福岛五个县市食品进口的时候呢 那大家非常忧虑 那所以我们为了保障民众的食安 必须要加强检验 帮民众把关 可是国家有关于辐射方面的检验的仪器 在地方政府全国只配置两台 在这之前 全国只配置两台是中央补助 那一台配给高雄 一台配给北部 不想是新北还台北 好像是新北 只配给这两个地方 那其他县市要检验的话 因为相关于辐射食品的检验 只有这种全折侦测仪 折就是一个金字旁记者的折 只有这种全折侦测仪可以检验 那所以其他县市要检验 要不然就往南送 拜托南部帮我们检查 要不然就往北部送 可是那些县市 它自己都检查不完 它哪有机会帮你检查 所以其他县市要轮到检查的几率 或是键数非常非常的少 那当时我们为了要确保市民的食安 所以当时我当机立断 那我们率全国之先 也是全国可能是唯一的城市 我们是否自己提拨第二预备金 那五百万元 我们自行有购置一台存折真减仪 那机器非常的大 因为它叫检验辐射的东西 所以机器非常大 我们还必须找空间给它放 然后必须送我们的同仁去学操作 那每年它检验的费用 以及维护费用 我们都有编列 所以我们前年就自己买了一台 叫存折这个真减仪 真减器 那一年大概可以减少至少五百件左右 我们自己就有检验量能 那从我们前年这个采购这个存折真减器以后呢 到现在为止一年多下来 大概检查了853件 大概一年可以检验 这个检验大概超过500件 所以呢 也因此我们现在有关于相关食品的检验量能 是全国第一名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买这个东西 到目前为止 好像也只有本事自己买这个东西 所以跟市民朋友报告的就是 大家可以放心 那因为台中市政府 我们自己有检验的仪器跟量能 那我们在前年就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会更加强 相关食品的检验 为民众把关 为民众把关 而且相关的资讯 有关于何时时安 我们在台中市政府 有这样一个专区 检验的每个月或每天检验的结果会公布 可以公布 那所以呢 我们也是全国首创 有一个台中市何时时安专区的一个 在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专区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了解 上去了解 最近的这个视频检验的情形 当然如果有检测出来超标或异常的 我们除了在这个检验专区公布以外呢 我们也会透过新闻提示的方式 让市民朋友了解 所以这段时间大家最关心这个议题 连研都大家都抢购一空 担心说以后的研有问题 所以现在 有这种现象 可见民众恐慌或担心的情形 那我们这样市民朋友报告 我们有这样的仪器 另外跟大家报告 这个由于这个台湾那被外媒抨击 我们是这个行人地域的国家 所以交通部今年对于他每年对于各直辖市 以及县市政府 都有进行道路养护的管考 今年为了改善行人地域这样的现象 所以交通部特别第一次增加一个项目 就是行人环境安全的考核 以前大家就看你路做的整不整了 平不平了 会不会淹水了 那他相关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品质 他会去做 数量品质他会检查 那今年呢 他会他有把这个人行环境安全考核 列入第一次列入全国的各线式考核的 那我要特别恭喜我们的建设局 荣获六都第一名 荣获六都第一名 我们给建设局以及养护工程处一个热烈掌声 好吗 不容易不容易 其实加了这个项目 我们拿到第一名 而且我们已经连续四年 获得他最高等级的路况养护金路奖 连续四年获得 那我要特别恭喜 那当然白纸干头更进一步不能松弛 那从修院108年上任到现在为止呢 全市的人行道 人行道我们辟件以及改善长度将近100公里 那所以我们台中市现在的人行道总长度达到1839公里 人行道的普及率是百分之六十四 百分之六十四 我们还继续会推 那因为我们台中市太大 我们是全国第二大城市 没有办法一蹴可及百分之百马上做完 我们现在人行道普及率是百分之六十四 这还是这几年强推 才有这样的成绩 那所以那两项店 尤其弱势要优先保障 所以我们对于学校的通学步道特别重视 把它列为专案 所以从修院上任以来呢 我们已经完成大概100所学校的通学步道 让孩子们上下学的路更安全 那我们改善的长度上了33公里 那台中市大概有300高中市以下 大概350所学校 有的学校它本身就已经有相关的一些 同学的一些安全措施或者道路 那我们又改善了近百所 这几年又改善了近百所 我们还会继续推进 所以今年度预计有关于校园周边 以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计划 我们预计要投入7.8亿以上的经费 7.8亿以上经费 表示我们还要再大推 那继续把它建设完成 那改善台湾这个行人的这个 这个道路不安的这个情形 那最后跟大家报告 今天有一些这个现奖非常大量 因为一年一度 一年一度 国家台湾年度最高的荣誉 荣誉的建筑奖 就是有关于国家建设卓越奖 全台湾各县市 包括中央 包括地方政府 所有的公共建设都要经过评比 这是台湾年度建筑最高的荣誉 叫做国家建设卓越奖 那本市的成绩非常的好 分别刚才看到现奖的七个机关 教育局 都发局 建设局 文化局 水利局 地震局 交通局 那七个机关 他们的各项建筑 譬如说以学校 教育局来讲 它大概就是学校建设 那以这个 这个文化局来讲 它有很多的图书场馆 等等的场域 文化建设 那譬如说像水利局 它包括下水道 它都得奖 我们在治理上 那所以一共有七个机关 获得八件的卓越奖 就是最高奖 八件的卓越奖 十三件的金纸奖 八件的优质奖 以及一件的特别奖 就是政府首长 那今年秀燕很荣幸 获得这个国家建设 特别贡献奖 个人得到这个奖 我们要特别谢谢评审单位 给台中市政府的公共建设 给我们的好成绩 给我们的肯定 当然我刚才讲到 我们不以此自满 白尺干头 更进一步 我们要打造更好的台中家园 那以上 那这个礼拜因为有台风 有开学 有这个日本排放核废水等等 重大还有这个 道安的问题 那所以今天花了 比较多一点时间 像市民朋友 做说明跟做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我们进行专案报告 专案报告 今日有一项专案报告 专题名称为台中市限述令10月上路 打造绿色消费环保城市 请环保局城局长报告 好市长副市长 秘书长副秘书长 各位机关首长 各位区长 然后媒体朋友 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那台中市环保局来报告 我们的限述令 在今年的10月会上路 所以我主要 分成几个大纲来跟大家报告 包括前沿 包括我们这个 整个台湾过去在 限硕运动的推动过程 还有未来的规划跟结语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 整个过去 我们在限硕的推动历程 各位 所以很难想象 我们禁止提供 这个免费的塑胶带 已经20年了 20年了 从当时大家习惯 习惯就是拿塑胶带 到20年后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如果你要塑胶带 是要另外用钱去买 那一路走来 包括我们的限制内容 不得提供免洗餐具 在民国95年 那100年开始管制 外带用的这个饮料杯 那到了101年 包括我们很多生鲜托盘 包装盒 都限制塑胶类的 那一直到我们107年 在扩大限制 新增的这个塑胶带的 使用的店家 那到108年7月1日到期 那塑胶的吸管 因为大家看到海龜的一些画面 有一只海龜被吸管插在他的鼻孔 所以这个108年也开始 对这个塑胶吸管也限用 那110年 我们台中市有城市发展低碳的自治条例 我们率先禁止了这个连锁饮料店 使用保力龙的复合材质 保力龙的复合材质 因为它比较不耐温 不耐温 那一路推动到近几年 从111年开始 7月1号 这是全国一起推动的 那我们就是有少5块钱的自备饮料杯 这个在连锁饮料店里面 那到今年的7月1号我们进一步禁止 全国一律禁止使用这个PVC的包装材料 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我们PVC的包装材料 那它是第三类 第三类 所以PVC因为它有那个锡就是含氯 它在我们台湾大部分垃圾处理 我们是用焚化处理 那焚化处理 这个不是宝特瓶 大家不要误会 这一瓶比较特殊 一般的是看起来感觉像宝特瓶 不是 它是PVC的 PVC的是3号 所以我们这边在全国7月1号开始 禁止这些PVC来做一些食品类的填装包装 所以如果它的生产日期是在7月1号之前还可以 7月1号之后一律是禁止 一律是全国一致 全国一致 那另外最新的今天要报告 就是我们台中市是10月1号开始 我们的连锁饮料店跟一般管制的饮料店 总共有将近5000家 它是不可以再使用一次用的塑胶饮料杯 一次用的塑胶饮料杯 那我们把几个重要的历程给大家参考 那第一页这是比较过去的 大家可能有印象 从开始不提供塑胶袋开始 其实已经过了20几年了 再过来我们看到 107年开始 有部分的管制措施 包括吸管 包括怕塑胶微粒 那包括免洗餐区的扩大管制 还有刚才提到我们保力龙的管制 好 我们再看看 那最新的这一个部分是在 从去年7月1号开始 所以很多人现在去喝咖啡 都会自己带自己的咖啡杯 那现在大家出门也都会自己带饮料杯 带饮料杯 因为它有一个价差的部分 那在我们公告 10月1号开始是禁止 禁止一次用的塑胶杯 那所以现在的连锁饮料店 因为它从北到南 那大概都改成用纸类的 当然能够大家自带 自带饮料杯是最好 自带饮料杯是最好 那同时PPC刚刚有提到 这个在食品装填也全部扩大限制 那还有一项各位可能比较 有一阵子很流行 就是在8月1号开始 扩大限用这个所谓PLA材质 PLA材质就有一阵子很流行说 生物可分解塑胶 聚乳酸 它是用玉米或者用骨类去做的 大概在十几年前开始很多人 想要用它来替代塑胶 可是经过十几年来的研究发现 第一个台湾很少用堆肥去处理废气物 几乎用文化 第二个这个PLA每一个成品 它没办法回收再利用 因为不同厂家的配方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在8月1号 全国也会扩大限用 扩大限用 我们再看到下一页的整个成果 好那 这一个是我们自备 自备饮料杯则5块钱 这个是全民有感 因为全台湾一起动作 那我们也要感谢一些 它不是被列管业者 可是它也自愿配合 比如说我们台中起家的这个季光香香机 季光香香机 那还有三商巧服 还有QBurger 这些它不是饮料连锁业 可是它也愿意来配合 愿意来配合 提供这个折价的优费 我们看到下一个 好那这是我们借用循环杯 在我们台中市推动 我们有专属的在东海大学 逢甲商圈 勤美商圈 敬仪商圈 也有超过40个店家 愿意来配合我们这个活动 愿意来配合我们这个活动 下一页 好那这个是全国这一次在推动 这个所谓的饮料店的部分 现用塑胶的一次性饮料杯 那它是有全国一起公告 它最后要在113年12月31号 全国同步现用实施 那陆陆续续台北市是率先公告 率先公告 那它在去年的12月1号开始执行 那陆陆续续 六都跟我们台中市 大概我们台中市是在 4月份的做公告 那为什么我们给半年的时间 其实这些饮料店他们说 他们有些塑胶杯必须要消化 必须要消化库存 所以我们也给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 那10月1号会有台南市 台中市 新竹市 新竹县 大家都在10月1号同步实施 那后面当然会有云林 连江彰化 花莲台东 陆陆续续也都会来实施 都会来实施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多元媒体 来做广泛的宣传 广泛的宣传 包括我们各种 现在的媒体也好 电视也好等等 我们看到我们下一页也是 透过今年世界环境日 是树栈树结 也是对塑胶的部分 大概都是原则上 因为塑胶的生命周期 它原来是我们储存在地球几亿年的 这些所谓的石化燃料 它去再生产生的 那紫制品呢 它相对的是属于生命周期 它比较短 所以它等于一个世代 几乎紫制品就可以出来 那这个石化产品就不一样 所以塑胶 很多人都讲 一样是一次性的塑胶杯 跟一次用的纸杯 为什么整个中央 优先禁掉的是一次性的塑胶杯 就是这些塑胶其实它原来 它是属于石油 它在地底下 已经是几亿年才累积出来的 那紫制品不一样 现在有些树木它其实是 属于一百年 它就可以再更新一次 一百年就更新一次 所以这个部分 在生命周期 因为差异太大 所以优先禁止的都是塑胶类的 塑胶类的 那经过这些宣讨之后 我们看到 这个各位可以明显看到 尤其是在我们饮料杯 提供5块钱折价全国一致之后 我们看到我们台中市的数据 那个塑胶容器的回收量 确实 已经在大幅下降 已经在大幅下降 从过去最高峰曾经到9000多公噸 那现在下降到一个月 不到7000噸 不到7000公噸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出门自己自带 这个饮料杯的习惯 已经渐渐都养成 渐渐都养成 再过来我们看到我们未来的规划 未来的规划 那当然我们继续 希望说这个 能够大家继续 自己来攜带 自己来攜带 包括自备 那如果没有自备的话 它现在有一些循环杯的使用 循环杯的使用 好 再下一页 这个在我们商圈夜市 或者在我们的 洲际棒球场 我们都有推动这些活动 这些活动 再过来 再过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PVC材质 除了今年的7月以外 开始限制以外 现在还有一些 就是在医疗用的点滴袋 各位看到点滴袋的塑胶 有些还是属于PVC材质 那因为这个PVC 对我们台湾的垃圾处理政策 大部分99%都是用焚化处理 那PVC这个C就是含氯 那氯的部分它在燃烧的过程 比较容易产生代耀性或者HCL 所以这个部分 在我们国内的管理 优先都会把PVC 事先或者先来禁止它使用 那下一步的部分 我们过去曾经针对这个所谓的 大家的保鲜膜 其实过去很多也是PVC 那个也禁掉快10年了 那未来可能就是在我们的点滴类的这些东西 会在进一步的来做一些限制跟管理 那以上是我的简报 好 谢谢环保局陈宏毅局长的一个说明 各位市民家人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法规的一个修正 因为今年开始 国家规定每个城市都要禁用一次性的塑胶杯 那这个每个城市就陆续开始按照这个国家的规定开始实施 那本市定10月1号 我们大概有之前开始公告的 那然后有半年的缓冲期 一方面让所有的消费者民众可以适应了解这个讯息 二方面也协助这个商家 他之前采购的囤积的这些用品呢 可以把它去化完毕 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专案报告的目的 就是要提醒市民朋友们 以及受规范的商家 包括饮料店 包括素食店 包括便利超商店 因为便利超商有时候 他也会有一些这个就是 即时的这个饮品 比如说现冲现炮的 那他也会受到规范 还有大卖场 比如有的大卖场 他有零有这个饮食区 他也会提供这个塑胶 对一次性的塑胶杯 通通受到规范 从10月1号开始 本市全市 不可以再用一次性的塑胶杯 那当然我们今天提出的这东西 就是加强宣导 让商家最后一个月 因为现在已经8月底了 那我们10月1号要上路 那只剩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商家们再次提醒商家 赶快准备好因应符合 国家规定的这些这个包裁 那另外呢 我们也是提醒市民朋友们 那因为现在 那10月1号开始 商家就不会提供一次性的塑胶杯 所以大家最好养成自己 攜带环保杯的一个习惯 那当然如果不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 那商家提供你的话 那你就要注意 他所提供给你的这个饮料杯 是不是塑胶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基本上不符合国家规范 也影响你的健康 大家要注意 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专案报告 非常非常重要 涉及到民众 民生 以及商家重大的这个消费行为的改变 那也拜托我们的环保局加强相关的讯息 以及图卡 图卡或是各种的这个媒体通路的管道 去来宣导给民众跟商家 那也拜托我们相关的局处跟区公所 有配合宣导 也拜托记者媒体好朋友们 帮我们多多报道 因为这是重大的民生消费习惯的改变 那过去大家拿一次性塑胶杯 很习惯很方便 那未来怎么因应 大家都要有所准备 还剩一个月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今天安排专案报告的目的 谢谢 讨论提案 今日共系六项提案及一项临时提案 案号环林一 提案机关环保局 案由简程修正台中市发展低碳城市自治条例 草案一份进行审议 请环保局说明 环保局没有补充报告 好各位市民家人 这一项法案 请问大家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是通过送台中市议会审议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一项的修正案非常非常重要 关心着一个SDGs 关系到这个国家 以及本市永续净零排放的一个法律修正案 那过去我们这个条例 现在我们这个条例叫 台中市发展低碳自治条例低碳 那这是过去十年发展一个方向 国家城市低碳 可是现在按照相关国际组织 巴黎协定架构 各个国家参加这个 气候变迁的会议巴黎协定 它里面就里面做出了决议 就是希望全球在西元2050的时候呢 2050年前要达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就不是低碳了 要净零 那所以现在全球 很多国家已经宣示 他们在2050年要达到这个净零排放 那也有很多的城市 那宣布要达到净零排放 那目前全世界有上万个城市 那有200个城市宣布要达到净零排放 本市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在前年 我们在前年111年 台中市已经宣布 我们在2050年 以前要达成净零的这个碳排放 那我们也公布了相关的路径 我们也宣布 那这是我们台中市的这个政策目标 那也因此呢 我们这个条例必须要修正 修正成台中市永续净零自治条例 它原来是低碳城市 那现在要改成永续净零城市 就是跟全球的气候变清的一个规定 以及我们国家发展的方向 以及本市 那所做的宣示 跟我们环保发展的方向要一致 所以这个法案 我们今天在市政会议通过以后呢 会送台中市议会审议 这是台中市非常重要一个法案 所以我进行补充说明 谢谢 案号环林二提案机关环保局 案由简存制定台中市重大空气污染管制制制条例 草案一份进行审议 请环保局说明 环保局没有补充报告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 本案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案号税01提案机关地税局 案由简存台中市社会住宅新办 及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优惠 地价税房屋税自治条例 第四条第十一条修正草案一份 进行审议 请地税局说明 地方税局补充报告 新办社会住宅是我们市长非常重视的 政策 那么这个政策呢我们在也是六都首推社会住宅新办 以及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优惠地价税 还有房屋税的自治条例 不过在订定的初期 因为房屋税它的税率呢是单一的1.5% 那么近期呢因为房屋税率的一个变动呢 那么导致呢原来的条文所定的房屋税额减增20% 这样的条文呢会产生 因纳税额以及试用税率的一个变动 因此呢我们修正其中的第四条 来直接定名房屋税的税率减增为1.2% 而且呢配合我们去年屯房税的实施 实施的日期呢定名到去年的7月1号开始实施 以上进行支持也恭行审议 好我们谢谢税务局长沈正安的一个说明 那各位市民家人 那我们台中市呢是在推动居住正义上 最用力的城市之一 那也因此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方案 包括我们对于这个囤房太多了 我们开征囤房税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鼓励新办政府 或者是民间鼓励新办社会住宅 那我们会给予更优惠的税率 那这样的话鼓励大家 来出租或者是来新办等等之类的 所以相关的这个地价税以及房屋税的相当外的条例呢 必须要进行修正 这就是我们让鼓励公家民间 都往这个方向去实现居住正义 解决民众居住的问题 那以上补充说明 谢谢 案号主01提案机关主计处 按由本市113年度总预算案 即附属单位预算及重计表 以依相关规定汇边玩具 进行审议 请主计处说明 主计处补充说明 本市113年度总预算案 税入为1681亿2156万1000元 主要来源别为 税客收入870.07亿元 占51.75% 补助及协助收入510.21亿元 占30.35% 税出为1775亿7148万5000元 按正式别分析 教科文支出692.8亿元 占39.01%居首位 社会福利支出355.06亿元 占20% 居第二位 税入税出差短为94亿4992万4千元 全数以涉介收入予以米平 附属单位预算案部分 降如说明山及后附表 请参阅 以上 今本市市政会议审议通过后 提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以上补充 好 谢谢我们主机处长 林书请的一个报告跟说明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 本案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那这个我要进行说明一下 今天我们的市政会议都是大案 那有关于100 因为议会即将开议在即 那最近会举行临时会 所以我们有些首长 今天早上必须去参加 程序委员会 那可以时间到了可以先离席 请这个相关的局处派这个副首长 或是主命来参加 那另外呢 市议会临时会完以后 接着就是定期大会 就会审查我们台中市113年的总预算 那所以这关系到本市的发展跟市民的生活 那大家很关切 这是大年度大案 那明年度呢 按照我们的旧的会计报表的方式 就是我们112年度 我们的总预算是2355亿 2355亿 113年是2772亿 比就是明年要比今年增加417亿的预算规模 就是我们会多建设 那多支出 那增加市民的一个建设跟福利 所以 今年是2355亿 明年是2772亿 不过 今年我们的总预算有一个重大的变革 因为按照原来的会计报表 那我们是在包括我们的一般预算 还有基金 那其实它里面有一部分是重复的 重复一份 那按照会计的报表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在我们今年以前 台中市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 两边都列 两边都列 所以如果按照两边都列的话 那我们今年的预算 是2355亿 明年113年是2772亿 明年比今年要增加417亿 可是我们决定 我们经过这个重大讨论以后 我们决定采取 这个是国家都容许 更合时的一个会计报表的方法 所以我们准备把两边如果有重复的话 只有用一边 就把重复部分扣除掉 重复的扣除掉 所以今年会送进议会的总预算额度 让大家清楚一下 也提醒媒体朋友报道 那它的正确 我们今年要采取新的快期报表方式 那送进去呢 我们是送2102.4亿亿 所以有些人不太清楚 你今年112年多就2300多了 你明年送进去怎么剩2100啊 怎么预算变小 不是 我们是采取新的会计报表方式 把这个重复的部分 把基金跟预算 重复的部分把它给扣除掉 所以呢 其实明年的预算还比今年增加 417亿 那只是我们采取更合适的一个 会计报表方法 所以我们送进议会的数字 是2102.41亿 各位市民朋友 在我休业上任以来 因为我都去在立法院里面 那我当过国家总预算的主席 多年 那因为我自己在财政委员会 非常多年 那我是国家总预算的 这个担任主席多年 所以我对会计 对财政纪律极为重视 那也因此呢 跟大家报告 这几年我们历经图治 我们举债更少 市民朋友的人均负债要减少 但是我们的建设支出更多 因为台中市政府 我们这几年以来 我们在财政上历经图治 遵守财政纪律 有效调度 有效的建设 所以中央把我们台中市的财政分级 本来我们的财政分级是 在六都里面算第三级 就是最差的一级 把我们拉高为第二级 所以我们现在台中市的财政 在中央规定是第二级 第二级 那一方面当然可喜可贺 因为表示我们的财政成绩 被看见被肯定 所以中央把我们的财政分级 拉为第二级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 当然拉为第二级 我们就更要自立自强 因为补助会变少 表示你这个地方的财政 会变得好一点 那补助就会变得更少 那不过至少 这个是对本市的财政 纪律以及财政的效果 那中央给我们的肯定 很难的 我们也可能是这几年以来 唯一在财政升级的 被中央升级的城市 这是第一个报告 那另外还有一个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年明年度的预算 那陈如刚才淑琴处长所说的 跟我的施政理念方向有关 我特别提到就是台中市 要重名声 重经济 重文化 少政治 所以我们这几年以来 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支出 都是排第一名 因为要重视教育 要重视文化 所以明年编的是692亿 比今年还要增加87.52亿 我们在教育投资 在文化投资还加强 那这样我们总预算大概40%左右 那第二名是什么呢 社会福利支出 因为我们要帮助 让大家生活的更好更稳定 贫富差距路要缩短 所以社会福利要加强 各方面关寡孤独 各方面扰弱 通通要加强照顾 所以我们的社会福利支出 占第二名 那明年编的是355亿 比这个今年来 比今年增加了67.12亿 所以跟大家报告 从我们的施政 从我们预算总编列 那他本身的这个 他的各个部门所编列的预算 可以看出来我们本身的一个施政方向 那在教育文化 在这个社会福利是特别重视 那另外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这个举债 也是十年来最少 那过去我们十年 常常我们的举债都破百亿 那有时候甚至两百亿 一年举债两百亿 那市民的人均负债 当然就会增加 而且债留子孙 那而且呢 我上任的时候 我们举债已经到电话班 要不然就要破产了 那我们历经图治 那所以呢 我们一方面 增加我们裁员的调度 二方面呢 我们把举债减少 利息支出也会减少 市民的人均负债会减少 那城市债留子孙状况减少 所以明年我们的举债 我们的举债也会 这个是94.5亿 也会是十年以来 最少的一次 举债最少 那同时我们的市民人均负债 是六年来最低 六年来最低 是3.41万 那是这六年以来 市民人均负债最低的一次 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 继续努力 然后做好台中市的财政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总预算是在增加 表示什么 我们虽然开源截流 但是我们的建设 是在增加的 市民福利是在增加的 我们的教育文化是在增加的 因为我们虽然 我们的这个举债变少 可是 我们的建设更多 建设更多 那所有中央才看见 那我们是这几年 唯一财政被升级的城市 来跟大家做个报告 谢谢 案号电建01提案机关建设局 案由 内政部营建署核定本事办理 校园周边际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计划 工程及协助经费案 中央补助款1272万5000元 比例50% 地方配合款1272万5000元 比例50% 合计2545万元 您请同意办理先行垫付进行审议 请建设局说明 建设局说明前 首先补充 刚刚市长特别有提到 台中市 我们荣获交通部 刚刚颁定的112年的公路考核 全国第一名 那这也是连续4年 我们也金路奖獲得到基优 那这个是建设局之外 也感谢交通局警察局 还有区公所 大家一起协力 把台中市打造更好的道路环境 那今天提到的这个电付案 是在7月27号跟8月22号 那符合定本市校园周边 既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计划 那总计合计是2545万元 那这也是在今年里面 那我们在市长指示之下 持续提列 目前已经合列了15案 前面已经合列15案 那前面核定的金额已经高达 7亿5千350万元 2千 355万2千元 那今天这两个案子呢 是 一个是本局在执行的南屯区 南屯郭小附近的 这个 校园的街道 另外一个是在大甲区公所所提出来执行 在大甲区顺天国小周边的人行道的改善案 那在今天的议会審查 那市政会议审查通过后 那我们会提醒议会同意垫付 寻预算程序 来纳入112年的第三次最佳检预算 或者第113年的年度预算 来办理相关的转针 以上报告 好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通过送请台中示意会审议 那也谢谢建设局在今年度的 到安道路养护 跟这个 这个建设上的评比第一名 六度第一名 继续努力 谢谢 案号电位01 提案机关卫生局 案由 卫生福利部112年度 增额补助卫生局办理 112年度 长照2.0整合型计划 其中中央补助款 13亿2224万4千元 比例95% 本府配合款 6959万2千元 比例5% 以编列112年度预算 合计13亿9183万6千元整 前述中央补助款 13亿2224万4千元 你请同意办理先行垫付进行审议 请卫生局说明 卫生局报告 因为我们今年年初 卫福部原来核定我们的 这个长照的这个奖补助金费 是49亿9 将近50亿 那其实我们现在一个月的支出 长照支出大概5亿多 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就积极的在跟中央争取 否则原来的预算只能用到8月底9月初 那感谢中央又同意提拨给我们13亿2千多万 再加上我们的配合款 总共现在是总经费是63亿 加上我们的支筹款3亿多 总共今年有66亿5千多万的费用 来支应长照的支出 以上说明 好谢谢卫生局长曾次在说明辛苦了 请问大家没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 本案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临时提案一案 案号0.01提案机关大甲区公所 案由文化部文化资产局112年全额补助大甲区公所办理 市定古迹大甲林氏征效仿 修复及再利用计划45500元整 您请同意办理先行垫付进行审议 请大甲区公所说明 大甲区公所没有补充报告 好请问大家没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本案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临时动议 好请问我们各局出会的首长或者区长 有没有临时动议 如果没有的话还有两件事情要再提醒大家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由于我们今年台中市的明年度 总预算虽然比今年增加400多亿 但是因为我们采取新的会计报表制度 我们把重复的部分扣除 那我今天在市政会议里面 我想相关的局处首长区长或者记者先生女士 应该听得蛮清楚的 可是呢有些议员可能并不是很清楚 那甚至有的议员他不是财政委员会 他可能对这也不太了解新的报表 怎么叫新的报表 旧的报表等等之类 所以我要拜托主机单位 那要加强跟这个议员们进行说明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台风呢 那虽然我们目前中央的预报是对中北部的影响极小 可是呢我们还是不能够疏忽 所以请大家这个有关于这个相关我们这个发布的机关 包括消防局水利局等等 那还是要注意气这个气象的一个变化 那同时呢随时提供市民朋友最新的资讯 那相关的局处会以及区长也要把这些资讯转传出去 那当作市民朋友他们这个上学上班 或者各方面的一个整备的一个计划 不然有时候他就不想怎么去安排明后天本周的一个行程 那所以这方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资讯的这个同路上 能够多加协助 那以上是那第三个当然刚才我提到的 就有关于10月1号开始要进一步减速 就是一次进的塑胶杯都不可以再用了 那这方面也希望大家各个局处会 虽然环保局是主政机关 他会去做宣导 但是光靠一个局处是不够的 那我们有这么多的局处会 跟区公所也麻烦协助加强宣导 让市民朋友以及商家在10月1号 能够更快的一次到位可以马上适应 那以上是我在做的一点啰嗦提醒哈 谢谢大家辛苦了散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